社会的运作本质不只是互相帮助 人身边大量的朋友是敌人跟竞争者 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两套规则 一套是关于公平、正义、礼仪和道德的 而另一套则是背后的利益斗争 阶级间互相掠夺与剥削 这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运转的逻辑 利益斗争的本质是什么呢? 政治权利、利益地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因此为了利益产生斗争 事实上历史记录以来 人类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继而成为现在的平等世界来看 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就是竞争关系 在古代是为了掠夺食物、领地、配偶和兵器 而现代则演变为争夺货币、身份、地位和资源 在这个披着文明外衣的社会中 由于法律的约束 道德的教化 人们不会当众抢夺或当面打斗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形象 以继续生活 因此 人们相互奉承 不愿做违背道德的事情 然而 这并不代表人们没有想过 也不代表他们在背地里不再进行 人与人之间的资源竞争 一直在进行着 从未间断 金字塔街层的财富 主要来自穷人的劳动 当社会被资本财团控制后 大部分穷人都是替占有资源的财团劳动 然而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是选择一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方式 在时间运转的逻辑体系下 每个人都在为追求自己想要的利益而忙碌 大多数的人际交往也都基于利益考量 无论是当下的直接利益 还是未来潜在的可能利益 极少有人会真正顾忌他人 远古时代的奴隶社会 君王贵族的财富就是大量奴隶 历史一直演化到现在资本的世界里 富人最大的财富并不是豪车 豪宅 古董文物 名表名包等物质 而是穷人 穷人越努力 富人就越富有 这正是所谓的勤劳致富 根据二把法则 社会在不断洗牌 分配资源后 在这个世界里 富人会在金字塔顶端 掌握九成财富 然后分配工作给穷人 典型的例子是韩国财阀三星集团 当财团编大后 他们控制媒体 用法律政治 官商勾结等手段垄断市场 所以一般人只能替他们打工 韩国人大部分的愿望 是考上好学校进入三星 当社会价值观 进入以利益为思考逻辑时 每个人都忙于追求 自己想要的利益和资源 整个社会就如同一个利益 和资源争夺的竞技场 平常接近我们的人 也许是为了利益 本质上他们不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敌人 巧妙伪装友善的朋友 接近你而已 跟你混熟 再来就发动各种 投资感情 婚恋生意 借钱等各种手段 攻击你 掠夺你的资源 例如骗你投资多好赚 或是用感情 跟你借钱求帮助等等 将你吃干妈净 也就是人吃人的事件 当人际关系 变成利益关系 有利益的存在 即使关系疏远的人 也能形成紧密的联系 例如每天不停 有销售诈骗电话轰炸你 没有利益 人们就成了陌生人 而损害了利益 轻如父子的关系 也可能变成 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 无论是当前直接的利益 还是潜在的未来利益 很少有人会为了他人考虑 每个人最终只能依靠自己 不断探索更好的生存空间 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种现象在人与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都同样存在 当你真正理解了这个道理 你就达到了真正的成熟 面对现实 看清楚现实 只有当我们能理解世界的黑暗 接受人带来的不确定 背叛与风险 我们才能真正对未来做好准备 安全幸福地活下去 明镇来自我一起做好准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